在環保科技人文館開幕 嘉賓雲集 大岸環保科技人文館 它既是一個生態武器的種子 也是一個綠色發展的平台 介護我們懈戴科技的力量 讓每個人身體一行 像保護生命一樣 來保護我們的生態環境 那怎麼樣再去利用 這些城市的礦產 讓它化肥為寶 然後再利用 那我想這個是這個館 藉由這些物品來宣說宣導 這十年來 我們就是在小區做的事情 可以跟這裡結合 我們撿這個瓶子 回縮回來 原來是可以愛地球 我們讓大家跟我們一起 來學習怎麼把大愛傳出去 接牌 這天也是蘇州慈禧門診部 腫瘤治療中心 與睡眠治療中心成立的 接牌儀式 可能這個睡眠中心就是 不單止要大家睡得著 沒有睡眠的困擾 還要大家睡眠的品質好 第二天有更好的 休息夠的一個心態體力 去完成每一天的新的挑戰 一個最好的開始 我們的啟動 就是真正的守護健康 它兩個健康 大乾坤就是地球 小乾坤就是個人的健康 三血臨門 守護健康 守護生命 守護愛 帶一新聞 這是美之工 歐紅燕 羅玲玲 江蘇報導 繼續